一百多天前的几天 我就在同一间店 一百多天之后的今天 我又来了这家店 但是我马上就要飞回北京了 但是我当时来这间店的时候呢 我没想到我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旅程 不知道我自己将经历一番什么样的风浪 我已经不再吃甜的几肉了 我有点像这颗鱼板 鱼板有点辣 走进来回到这家店的时候呢 吃着同样的猪蹄子 还有烤牛油 不是一般的好吃 猪蹄子见到的特别推荐 直到 roll 这个会很胖嘴 好松软 泡眼嘴 有一点黏嘴 那你吃腻的这个体度很好了 我们可以来一颗甜番茄 酸酸甜甜的 桂花酿 番茄 反正多吃一下这种特彩 这家店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 就是小龙虾 不能够一小龙虾 还有这个 这个 芥末可费的 大小龙虾 这什么虾 螺翅 我给你走 螺翅 新国的螺 螺翅 就这样我还要再擦 反正呢 我打算把这家店里面的一些菜品 搬到我们台边的那些菜品 这也太好吃了 而且还特别有青年银 就在长沙 这类的 就特别的适合宵夜那一顿 因为我们想大家喝多了 是不是得来点小包包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这应该是奶的吧 这其实是蛋黄 锅巴 蛋黄锅巴 蛋黄味的锅巴 亲爱的 多好吃 嗯 对 我刚才把这些都录下来 分享给我的小伙伴们 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怎么做好这些东西 下课 下课